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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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隔晚美國方面 消費者信心指數還有8.9 較如期亦差一點 但看回核心方面的 內容訂單或其他內容訂單 按月增加 亦較如期做好 最重要的是新冠肺炎 在美國或歐洲當地 隔晚數字仍然上升 見到美股方面亦持續向下 資金有顯示 走回到債市 看兩年和十年期的債息 依然看到避險資金 兩邊賊息都在走 我會見到美元亦期回穩93以上 今晨 亞洲市場亦看回 93以上在美元方面暫時期回穩 如果今日美匯指數 仍然期溫93以上 短期反彈浪確認了 之前一個橫行區 至於92.6至93之間 完成後 我相信大選前 即這個星期 美元仍然有一個小型的反彈浪 我相信波幅未必會很大 上一個反彈位 其實因為美元 都是行下跌浪 一個下降軌的走勢 如果逐個浪數下來 上一個的阻力位 應該大概就是93.5 附近的水平 大選前我相信 美匯在這段時間避險的情緒之下 應該的反彈位 應該是92.8至93.5之間 今早澳洲方面都公佈了CPI 較預期為好 做回1.6的水平 今日來說 雖然澳樓方面的交易平衡 如昨天 在樓下方面 賣率顯著做差了 亦見到當地出入口 明顯顯著下降 但其他澳洲方面的數據 相對於樓下方面 相對稍為稍為穩定一些 如果想回到一個cost rate 其實澳樓之間 澳子對樓子 都是一個值得留意的選項